原标题 像五大主力 七十四军 十八军 第五军 新一军 新六军 很少有人知道 被国军瞧不起的杂牌军 也冒出了王牌将星 他就是黄百涛 他率领整边二武师 是中原战场主力 作用巨大 参加的重要战役和取得的胜利有 一 苏北系列攻坚战 二 孟延固增援战 三 南麻林越聚增援战 四 焦东扫荡战 五 大别山战斗 六 延南战役 七 玉东战役 其战攻击作用 仅次于武军和十八军 王百涛可是标准杂牌 远及广东梅州省梅县区 先的北洋军法 江苏都军李纯手下当传令兵 李失败后 头强张东昌 后又随张宗昌布下徐元玄投降蒋介石 升师长 蒋送黄建路大特别班第三期学习 先后在冯玉祥第六 战区 陆中林继察战区作参谋长 后来由于偶然机会 到顾驻同第三战区作参谋长 成日贪污腐败 历经图治 任劳任务 小心守法 极力表现自己 后被顾驻同任二十五军军长 黄柏铃接任的二十五军军长 面临着俄军普遍的参数严重 军纪松弛 外强中干 色力内人 一处击溃了问题 黄柏铃开始大刀阔斧地 对二十五军进行整治 严肃了军纪 调和了官兵之间的关系 加强训练 其训练效果非常显著 黄以军长的身份 时常深入连队 与普通士兵一起训练 身体力行 加上他连接的作风 能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 和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 二十五军战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黄柏铃的努力下 所部不仅军容整齐 且强于夜战和近战 射击搏斗 军明显优于普通国军 解放战争爆发后 黄柏铃在焦东扫荡 成为他军事生涯上一个光辉的亮点 当时二五师雄聚焦东 焦东解放 军几乎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 当时二五师和六四师等齐头并进 重创了焦东解放军 但时英国军在中原战场失地 将不带二十五军将焦东扫荡完毕 即调往中原 此后二十五军与刘伯成部多次遭遇 军有不俗表现 战功显赫 在后来 虽起和地丘殿战役时 皮令军同志说 此次战役 我们杀伤敌军也很大 要谈起来 我们就是杀伤敌军一个整师 但是我们三弟兄华也一 四 六宗都残废了 一 四 六宗是阻击黄兵团和围攻黄兵团的主力 黄律以基本日式装备为主二五师 鱼律重创华也 纯属不易 欲动战役 二五师重创中也十一纵 救出整编七二十 面对绝对优势解放军 坚守地丘殿 亲率部发动反攻 会同丘兵团 大破华也于地丘殿 所以 把最高荣誉给他是很正确的 欲动大战之后 殷黄部的卓越战功 在顾主同的吉利推荐下 并为安抚杂牌军 将余于汉毛系统的广东军六十三、六十四军 与同样具有广东背景的二十五军 隔边为第七兵团 黄任司令 六十四军军长黄国梁出任副司令 二十五军副军长唐云山 亦出任副司令 白海战役爆发后 第七兵团司令官 率部七万人在碾庄被华野重兵集团包围 黄帅部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 坚守了十五天 四十八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二日 给华野造成了巨大伤亡 这比起王耀武帅十万大军首监城锦南 直守一周 形成了鲜明对比 眼妆战役结束后 黄与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点 一起突围冲了出来 在途中 黄被榴弹击毙 一九四九年一月 被追赠为陆军二级上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